古时霍乱朝政的一般有两种人,一是手握重权的宦官,二是宠官六宫的嫔妃,这二者都是最高领导者身边的亲信之人,但凡动点歪心思,朝堂必定要出大乱,身体残缺的宦官,看似是后宫之中身份最为低贱之人。 但实际上,只要他们得到皇帝亦或是太后与皇后等身居高位之人的宠信,便能一步登天,譬如《甄嬛传》中的苏培圣,连身为贵妃的年世兰,见到他都要毕恭毕敬地给上几分面子,而在真实的历史上慈禧身边的李莲英,也是这样一个让皇亲贵胄。 都不得不对其低头的宦官,位居太监总管之位的他,手握重权,话语权甚至高过朝中重臣,不过李莲英生前享尽富贵,晚年生活却似乎并不如意,死前更是经历了非人的对待,他的墓穴被发现后,遗体的惨壮,竟让专家都倒吸一口凉气,那么李莲英的墓穴里究竟都有些什么? 当年慈禧太后的皇陵被人倒挖,拿走不少价值连城的宝贝和文物,那么有人觉得,作为他身边的大红人李莲英,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然而,当有人千辛万苦找到李莲英的陵墓之后,竟连续敲槐三把铁锤,打开棺材后,看到的一幕却令人寻味,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先点点关注,下来再简单了解一下,太监,这个古代社会中引人注目的存在,他们的身份和角色一直以来都充满了神秘和争议,而其中一位备受关注的太监,便是清朝的大大太监李莲英。 他的入宫身世充满了许多谜团和未解之谜,令人百思不解,李莲英的出生背景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记录和证据,这也为他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关于他的起源。 有许多不同的传说和猜测,有人说他是贫苦家庭的孩子,被迫进入宫廷成为太监,也有人说他是贵族子弟,因种种原因被迫割去男子,根本进入宫廷。 然而,这些只是流传下来的传闻,真相至今仍未明确,李莲英入宫后,他迅速展露头角,获得了宫廷权贵的赏识和信任,他在宫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他的能力和才干究竟来自何方,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有人认为他具备非凡的智慧和政治眼光,从而得到了皇帝的器重。 也有人认为他背后有着强大的靠山和支持,使他能够在宫廷中游刃有余。 然而,无论李莲英的身世如何,他作为太监在清朝宫廷中的角色不容忽视,他的影响力和权力远超过一般太监的范畴,这让人不禁思考,他是如何在充满权谋和尔虞我诈的宫廷中立足的在清朝的宫廷中。 太监李莲英以他非凡的才华和聪明才智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存在。 他的故事展示了一个太监如何凭借自己的才能,在全谋纷争的宫廷中立足,并赢得皇帝的信任和赏识。 李莲英年幼时失去了父母,被迈至宫廷成为太监。 他的聪明才智和学习能力让他很快成为了宫廷中备受瞩目的人物,他悉心学习文化知识,尤其对历史、政治和军事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不仅通晓经史,还善于懂得人情世故和宫廷权谋,这使得他能够在宫廷中游刃有余,与官员和权贵们一起探讨国家大事并给予皇帝明智的建议。 李莲英的才华不仅限于书本知识,他还展现了卓越的管理能力,他精通机关算盘和点击管理,善于整理文书和处理各种事物,他在宫廷中秉持公正、务实的原则,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使得他逐渐获得了皇帝的赏识和信任,皇帝开始依靠李莲英的智慧和能力,将重要的决策交给他处理。 李莲英运筹帷幄,善于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为朝廷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他在内阁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被赞誉为是一位能干、有见识的官员。 然而,李莲英的非凡才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和嫉妒,有些官员觉得太监不应该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权力,开始挑拨离间,试图削弱他的影响力。 然而,李莲英并没有被困扰住。 他用自己的能力和智慧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继续为国家和皇帝贡献着。 后来,慈禧驾崩,李莲英没了主子撑腰,加上他年老色衰浦仪,也看不上他,因此只能选择告老还乡。 据说,李莲英于63岁病死,无妻无儿女送终,死后葬于北京某处陵墓。 而根据坊间传言,李公公出殡时,场面非常的浩大,陪葬品多得数不过来,劳工们花费了整整三日三夜才把全部的陪葬品放入地宫里,其中包含了各种珍品,金银珠宝,翡翠玛瑙,珍珠等等,但具体的准确地点却鲜少人知。 直到改革开放,来到近代社会,我国的一些考古工作人员,根据偶然得到的线索,才找到李莲英的坟墓。 当时,考古人员第一眼就看到墓前的牌匾刻着,亲赐李大总管之墓,经考究,确实是出于清朝皇室工艺制造。 等于是当年他死后,由大清皇族所赐,当考古专家们兴奋地撬开墓门,进入地宫后,发现整个墓室全是采用坚硬的三合土修建,而在古代,只有达官贵人以上身份,才能用这种土料,为此给挖掘工作带来不少难度,但皇天不负有心人。 工作人员还是努力进入了下一步,当人们打开主墓室后,发现整体建造竟与北京四合院一样,李莲英的主棺就摆在那里,而棺木毫无被人为损坏的痕迹,那就代表着李莲英的主墓室不曾被盗墓贼光顾过。 对于这个消息,在场的所有人都更加兴奋了,不过,当敲坏三把铁锤,才辛苦打开的棺材盖,当场的人看过后都震惊了,里面除了堆满陪葬品,仅有一只头盖骨,根本没有身体骨骸,另外,旁边还放有一把汉朝宝剑,据考证,乃慈禧送给他的生辰礼品。 然而对于李莲英死无权失一事,传出去后方间多有议论,直到今时今日,网上还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历史研究员唐一年表示,李莲英聪明圆滑,仇杀基本上不可能,其次也不可能是他杀,因为他不参与朝廷的派别之争,更是在死前出了宫。 李莲英的故纪孙女表示,祖父是因为立即突然死亡,但是这一说法让人很费解,因为死亡的日期,按理来说不会得立即,在后续的勘探中,考古专家还发现了他的棺果,棺果保存完成,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当相关人员打开李莲英的棺果后,棺材中的景象让人很是不解,专家看到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原来,李莲英的身体只有一个头颅,其他部位都是用棉物代替的,根据棺材中的景象推断,李莲英生前或许是遭遇了不测,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因为生前做过不少坏事,想敲诈官员,收受贿赂等等。 至今为止,李莲英死因还是一个谜,想要解开这个谜,那只有等待历史证据地浮现了,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建造墓穴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造福子孙,同时也希望自己离开人世,到达阴间后。 能够依旧过上,如在人间那般奢侈繁华的日子,所以对于墓葬的规制以及设计十分看重,而对于李莲英的目观中,只剩头颅,想必李莲英当时应该遭遇不测,亦或是受到相应的惩罚,最终导致考古学家们们所看到的失手无存。 的确,李莲英是处事元华,为了讨得慈禧太后欢心,费尽心思,也难免会得罪一些权贵,加之平时乖张的行为方法。 最终惹的这样一个下场,不得不说是罪有应得,对于李莲英墓葬的研究,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太监制度和清朝宫廷的历史,也使我们对李莲英个人的生平和传奇经历充满了猜想,或许墓葬的设计意图与他的身世有着密切的联系,或许墓葬中的陪葬品透露出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一切都需要我们继续深入研究和解读,探秘李莲英的神秘墓葬,不仅是对一个太监的个人传奇进行的考察,更是对整个宫廷文化和历史的探索,通过解开这个谜团,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太监制度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宫廷权利的运行机制,李莲英的神秘墓葬。 宛如一本未完待续的古代传奇,它激发着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通过不断地研究和解读,相信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位太监在清朝历史中的非凡贡献和独特身世,而这个神秘墓葬所带来的故事和启示,也将继续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宫廷岁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